他来了他来了 是1450 阿森纳2-10 两回合赋予了败人 阿森纳俱乐部 不是阿尔赛纳 温格 俱乐部 等等等等 乍听上去 十分合理 阿森纳被对手踢了2-10 教练丹泽 也是职业环境的规则 然 而 丹泽的背后 是神奇逻辑的反向推倒 阿森纳在温格执教下 被败人慕尼飞 10-2捧扫 温格离开的结果 就能反推出 非温格执教下 就不会有如此惨犯 英国的怪理论 无一不是如此 结果温格 离开多年之后 阿森纳确实没有 再被石球横扫了 不用提欧冠16强 欧冠的门槛 已经摸不着了 阿森纳的第四位 并不是奖杯 温格离开之后 这个非奖杯 也多年碰不上了 再想有什么 改天换地的人物 在埃美里 与阿尔特塔的轮换之后 温格的成绩似乎成了 可多年怀念的巅峰 而不是 二制式的悲剧 甚至埃美里 也给那些 叫着下课的人群 做了一个榜样 李利亚雷亚尔 此时刚刚好 占据了 西甲第四的位置 埃美里正带着 阿森纳的旧人 科克兰愉快的生活 那些离对的传闻 都是不真实的 此时的阿森纳 距离前四的老梗 已经不太遥远 只是变成了 距离倒数前四 只有四分的优势 这种对比 让往日里 举标语的人群 已经无话可说 更无梦可做 温格离开并不能够 使得阿森纳更为强大 再回归 也无任何意义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阿老板